大家好,我是阿里云容器服务的墨园 在上一周呢,我们开始了DevOps企业最佳实践的第四节课程 我们首先对上一节的课程进行一下课程回顾 在上节课程里面呢,我们讲解了如何设计一个语言生的应用 左边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上节课程里面我们最终的一个语言生应用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形态 从开始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WordPress 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添加类似像OS的Volume,MySQL RDS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键 然后以及使用了类似K8S中的Secret ConfigMap 还有接入层的类似像Ingress这种接入层的网络等等 逐渐的把一个WordPress的应用转换成一个语言生的一个应用 那语言生的技术呢,是有利于各组织在公共云云、私有云、混合云等新型动态环境中构建和运行可弹性扩展的应用 语言生的代表技术包含了类似像容器、服务网格、微服务不可变基础设施 和声明式的API 这些技术能够构建容色信号、利于管理和便于观察的松河和系统 结合可靠的自动化手段 语言生的技术使工程师能够轻松的应对系统做出频繁和可预测的重大变更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些语言生的一些概念模型 以及上节课我们讲到的一些改造的改造的一个部分 然后上节课呢我们也提到了在语言生设计里边的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让应用能够更充分的利用云计算的这个基础设施 那么这个问题呢通过上迷课的学习 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更多的借助类似于平台的一些云原生的服务 比如说像MySQL 那你可以使用RDS来去得到一个更高的一个SIA的一个保障 然后比如说原来使用的NJAX 现在可以用这个SLB之类的方式进行替代 那第二个呢是如何具有跨平台的可移植性 那么我们这套课程呢是基于容器的这个交付嘛 所以容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移植的一个方案 可以通过容器的方式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进行移植 第三个呢是如何让应用的运维具有更可预见性和更健壮 那通常使用容器编排系统 我们可以让这个应用变得更 呃乳帮性更高 因为通常情况下容器的这个编排系统会有一些重启的策略 当你的这个容器当机的时候可以自动的拉起 然后第二个呢是容器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个伸缩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应对尖峰的峰值流量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进行扩容 然后在低流量的时候可以进行缩容 所以可以使这个运维变得更健壮 然后第三个呢是说可以有一些监控的一些系统 与容器编排系统进行对接 然后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个运维的一个可视化 然后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实现运维的一个自动化 实际上容器的这个编排系统 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一部分这个运维自动化了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维的一些动作 类似像这个重启应用或者是重新部署重新调度 这些其实已经会被这个容器编排系统做到它自己应用的一个内部 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编排模板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配置变更 来实现一些运维的一些自动化 然后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实现服务化或者是微服务化 其实这个话题呢 在第一节课程里面我们就有所提到 然后可以通过一些服务拆分的一些原则来进行指导 那么这些部分呢 实际上是上节课我们讲到的一些要点的部分 那在今天呢 我们第五节课程要讲的是多种发布模式来实现容器化交付 发布模式呢 实际上是很多开发者非常感兴趣 也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吧 然后首先在讲发布模式之前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 这个什么是一个交付 交付的这个边界是什么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去交付一个应用 或者是发布一个新功能 对于很多开发者来讲 一个传统应用的一个发布流程可能比较简单 我们的代码提交上去 然后有一个CS server进行打包 然后这个CS server在触发CD CD的动作 然后再进行一个自动化脚本的一个部署 但是实际上当把这个流程转换成容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更多的方式来定义交付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抽象的一个方式来去定义交付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会把一个应用 一个应用的一个交付抽象成三个层次 一个呢是网络 一个呢是服载体 一个是存储 那有了这三个呢 其实大部分的应用的一个交付就可以完整的进行抽象 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应用交付的场景而言 网络和服务载体是变化最频繁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定义交付 我们定义的是什么呢 我们定义的是交付的内容 也还有就是交付的一个中态 比如说我要上线一个V1的版本 那我上线的中态就是我的这个网络变成V1 V1可以接入的网络 然后我的服务载体变成V1的一个版本 然后通常情况下在存储层和其他的这个技术设施层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更多的这个交付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网络和服务载体 那么发布策略是什么呢 发布策略呢 其实就是保证这个这个交付交付过程的一种方式 我们我们发现就是交付内容决定了这个中态 那发布策略呢 其实就是决定了中间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 那在讲这个发布模式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容器的一个网络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发布策略呢 都是网络层的一个变更 那当你了解了这个容器的网络底层那些原理的时候 你就会很轻很容易的 或者是很快捷的来实现你想要的 或许可能这个云平台 包括这个容器的这个变卖系统 也没有实现的一些发布策略 那首先 容器的网络的主要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呢是单机的这个网络模型 第二个呢是跨主机的这个网络模型 那在单机的网络模型里面 主要分为入下的这几种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host网络和bridge网络 那左边最上面的这张图呢 其实是host网络的一个 就是host网络的一个 一个架构图 host网络呢 主要是利用了这个宿主机的host网卡 相当于是你的content里面直接bond了你宿主机的这个网卡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实现了这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转发 你的IP地址 你的Mac地址完全是附用的宿主机的这个网络 那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网络模型也是相当高效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说是它基本上没有隔离性 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我跑了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我起了100个端口 那实际上这100个端口都会被宿主机所暴露 然后这是非常浪费的 然后也是隔离性最差的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bridge模式 那第一张图的右侧部分呢就是bridge模式的一种一个架构图 它是通过桥接的方式来去实现的 你的宿主机里边呢会虚拟出一块它自己的一个 以色灵的一个网卡 然后再通过Warspire的这个 这个tab的这个 网络的设备 然后将这个 两块网卡和这个bridge进行一个桥接 然后再将这个桥接的网卡和上面的依色灵进行通信 然后来实现了这个bridge模式 然后第三种模式呢就是hostsrlov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其实在 docker的场景里面不是很常见 但是特别是在这个omstack或者是qvm的一些场景里面是很常见 它的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我还是附用了这个宿主机的这个network的namespace 但是呢它虚拟出了一套完全 完全不同的一个网络站 它里面包含了自己的这个mcdg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网络空间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是实现了一个虚拟化方式的一个网络 这种方式在容器里面不是很常见 我在这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而第四个呢是共享网络空间 我们知道在docker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虚拟化 而这种轻量级的虚拟化呢 实际上是依赖于cgroup的一些能力 那cgroup是怎么来实现这个用户之间的隔离呢 其实这个地方主要要讲的是在benix里面会有一个命名空间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的网络 我是有命名空间的概念的 然后我的这个进程 我有ipc的这个命名空间等等 有一种这个网络模型呢 其实是共享了网络空间 但是其他的命名空间不共享 那这个呢其实是在某些这个网络方案里面也是有设计的 但这个也不是很常见 然后第五个那个网络模型呢 叫做共享所有命名空间 那这种网络模型呢 其实其实比较在kbs中是比较常见的 那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在刚接触kbs的pod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懵的 因为一个pod和一个容器是不相等的 一个pod是一组容器来去 是一组容器的一个抽象 而这一组容器呢是共享了其中的一个同一个ip 那这个时候很多我们的开发者就很好奇 说到底是怎么来实现这个共享同一个ip的呢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了这个共享所有命名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方式 就是你下边的每一个容器 其实他们都共享了相同的网络空间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实现了这个网络的共享 然后包括一些在kbs里面的sidecar sidecar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共享所有命名空间的方式 来去实现的 然后最后一种呢是vswitch或者是vbridge 然后在这个下边中间的这张图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vswitch或者是vbridge这种方式 就是基于桥接的方式来实现 它和bridge模式 bridge模式是这种模式里面的一种 而这种这个vswitch或者是vbridge呢 特别是在这个openstack的一些网络方案里面是很常见的 然后呃这个这些呢是单机网络模型的一些介绍 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呃跨主机网络 跨主机网络呢主要会分为这个l2flat l3flat 然后以及l3herry tree 然后以及overlay的这种网络 主要是分为这四种 那l2flat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说每一个hose上的所有容器都在这个虚拟 或者是物理网络形成的这个vlan的大二层里面 它们之间是可以互通的 而且这个容器呢可以在任意的hose之间进行迁移 而不用改变这呃它的ip地址 那比较常见的这种方式呢 是说我的每一个容器上面会挂一块 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网卡 然后呢我的宿主机的网卡和它呢是两块卡 然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相当于是都在一个物理的网络里面来去实行 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然后l3flat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这个在host中所有容器都在这个 虚拟或者是物理网络中是可路由的 然后前一的时候不需要去改变它们的这个ip地址 那l3网络和l2网络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l3网络里面的一些ip 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网卡上面的ip 可能是一个虚拟的一个ip 但是他们在这个虚拟网络之间 可以通过这种路由的机制进行路由即可 那这个是l3flat 然后l3的这个herity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说在各个这个host中所有的这个容器 都在这个watcherhost和physical的网络中可路由 而且是在不同的这个层次上 那这个网络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 在openstack中比较常会有这种的实现 在这个容器里面目前为止 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特别关注 然后第四种的是overlay网络 overlay网络呢主要分为这个l2 over l3和l3 over l3 然后大部分情况下 overlay的网络是基于这个就是隧道技术来去实现的 比如说类似一些风暴风暴解暴的一些tunnel来去实现的 那我们在容器里面最主要的两种模型 一个是l3flat 一个是overlay的这个网络 那通常情况下 在这个阿里云的这个容器服务中 如果你是vpc的网络 通常是这种l3flat的一个模型 而在这个经典网络里面使用的是一种overlay的网络模型 相比之下l3flat会比overlay网络模型有更好的一个性能 因为他们之间的寻止不需要通过这个ARP的广播来去实现 而且他们之间的这个网络通信 可以直接通过这种路由的机制进行路由 而不需要进行风解暴 所以这个是l3flat相比overlay更优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张第一张图是这个overlay的这个网络 而第二张图呢是 第一张图是l3flat的一个网络 第二张图呢是overlay的一个网络 然后这部分大家有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呢 实际上是在容器中网络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视线 对于大部分的开发者来讲 他们感知到的并不是说这个底层的网络实现是什么 而是说这个网络在上层映射的应设是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那在swam里边呢 我们通常对于网络的变更会有如下的四种 第一种呢是你可以在这个swam的这个yaml里面来设置网络模型是host或者是bridge 这是这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两种模型 然后第二种呢是你可以在这个label里面来设定这个阿里云routing和阿里云lb 这四种网络模型呢实际上是在swam里边比较常用的这个四个类型 而在kbs里边呢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络出现叫service 然后它支持三种的这个网络使用方式 一个是labelancer一个是noseport一个是classip 那么对于这不论是在swam还是kbs里边的这种网络模型 我们一次进行一下讲解 然后在swam里面house和bridge我们就不过多的来去细聊了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doctor标准的一个网络模型 没有特别多可以给大家来讲 那我们主要来讲一下这个阿里云routing和阿里云lb 做了什么事情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阿里云routing 阿里云routing呢其实在这个swam里面 我们叫它叫简单路由服务 它其实呢是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一个独立的一个容器 来实现了这个宿主机的网络和二色网络之间的一个互通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像这张这个例子里边呢 上面画了三个这个路由服务 这个路由服务呢通常是一个global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部署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50个节点的机群 那么每一个节点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路由服务的这个agent 然后最上层的是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slb 这个slb呢会负载到这个你的机群中的每一个节点 那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想要去访问后边的这个后边的其中的一个容器 那整个的一个链路就是这个请求到达前面的这个负载均和slb 然后slb呢会将这个请求转发给这50个节点中的任何一个节点的路由服务 然后这个路由服务呢会将相应的这个真实的请求转发到后边任何一个容器中 这个地方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网络层的一个转换 因为slb层呢实际上是宿主机的这个网络 而在路由服务到容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在容器中的这个二层的一个网络来去进行的一个转进行的一个转发 那么路由服务这种方式呢 其实对于特别是路由这种这个sdn路由sdn这种方式比较熟的同学可能比较知道 这种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网络 就是每一个这种新型网络的一个设计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每一个节点上面都跑一个agent 然后每一个agent都是对等的 任何一个agent的当机并不会影响系统的一个完整性 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讲 它花了更多的一个代价来实现了这个接入层 但是呢它得到了更好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这个是路由服务的一个方式 那比如说路由服务上面是怎么感知到说每一个域名对应到后面的容器的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YAML文件里面设置这个label 然后这个label会将数据存在右侧的这个discovery service里面 而路由服务呢会实时鉴定这个discovery service的变化 然后并将相应的这个容器后端挂到这个方向在这个一边去 来实现了这个动态的一个路由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在swap中的一个简单路由的一个实现 它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宿主机网络和二次网络之间的一个转换 而且这种方式呢可以接受很大量的这个速度机的一个端口 那第二种呢是在swap中的这个负载均衡的这个路由服务 也就是说这个阿里云.lb的这个方式 然后阿里云.lb这种方式它的实现和阿里云.routing有一些类似 就是首先你还是通过这个压默文件下发你相应的这个模板 然后这个模板里面感知到有这个阿里云.lb这个标签 会动态的创建出相应的一个负载均衡 然后并找到后端的这个主机的位置 然后并在这个主机上将输入机的这个端口进行一个挂靠 来实现了从这个负载均衡到后边容器网络之间的一个大通 但是这种方式呢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性能比较高 因为直接是宿主机网络之间的一个转换 没有涉及到的是二层网络之间的一个转换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说是每一个容器呢 实际上是以bridge的方式进行启动的 因为你要把你真正这个端口映射到这个宿主机的网络嘛 所以一定是以bridge方式进行启动的 而bridge方式呢就相当于每一个容器就一定要占用一个端口 那这个在swarm里边呢是指占用当前节点的 但是对于类似像swarm mode这种场景呢 实际上它需要占是集群中的一个卑异的一个端口 那这个端口的这个消耗就会变得非常大 所以它的优势在于性能高 劣势在于需要占用一个宿主机的一个端口 再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k8s里的一个网络模型的一个实现 那还记得这张图吗 这张图是我们在讲解k8s的一个架构的时候进行 向大家进行讲解的 然后在k8s里边负责网络的是这个quib proxy quib proxy在每一个节点上都以demon的方式进行运行 那实际上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有一些想法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阿里云routing有一些类似 阿里云routing也是在每一个这个节点上面都运行了一个agent 然后来进行这个网络的一个转换 那在k8s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通过这种网络模型性转换的 其实在k8s中quib proxy有好几种运行的一个模式 那比较其中有一个模式就和这个阿里云routing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完全是一个形形的一个反向代理 然后进行了这个宿主机网络和二层网络之间的一个转换 但是呢这种方式的性能相对来讲会比较低 因为涉及到的是一个网络之间的一个转换嘛 而且多了一层反向的反向的代理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在这个k8s里面又添加了类似像iPTables的实现 以及iPVS的实现 那目前iPVS呢刚刚成为一个GA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先不讲这个iPVS大部分的开发者使用的都是这种iPTables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今天进行讲解的时候 更多的也是在讲解这个iPTables的一个实现 那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在容器里边比较常见的是这个iO3Flight和这个OLED的这个网络 而iO3Flight呢比较常见于在这个VBC的这个网络里面 而阿里云上面的这个Kubernetes网络呢都是基于VBC的一个实现 所以在这个Kubernetes里面也是基于这种VBC的这个iO3Flight来去实现的 那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托普图 底下的是两台VMVMA和VMB 然后VMA的这个Ether0的这块网卡是192.168.17.81的这个这个IP 然后VMB呢是192.168.17.80的这个IP 然后呢当你安装了一个这个K8S的K8S的一个Node进集群的时候 实际上在这个Node上面会兴起一块虚拟的一个网卡 就是CNI0Bridge这块网卡这块网卡呢会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网段 然后是172.6.3.0的这个这个网段 然后上面这个Bridge分配的这个IP是3.1 然后每一个底性的Pod呢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虚拟出来的这个虚拟网段上面去分配的这个IP 比如说这个Pod的Pod的可能是这个172.16.3.2 然后Pod的1可能是172.16.3.3等等一次雷推 然后在这个VMB上呢 也同样会有这个CNI0的这样的一个Bridge 然后它分配的网段和前面的这个VMA的这个网段是不重合的 而且当这个节点加入到这个集群里边 这个Bridge上面这个网段就已经分配完毕了 然后而且这个网段呢会加入到上面的这个Vrouter上面的一个路由表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好处在于说是比如说我下面的这个第一个Pod 要访问最后边VMB上的这个第六个Pod 那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一个网络联络 可以通过这个路由表的方式进行直接的一个查询 可以很快速的来找到对方 而不需要有大量的这个IP的广播来去实现 那这这一部分呢 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面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 在KBIS中LodeBalancer、NodePort和ClusterIP 它们三者之间实际上是有相互关联关系的 比如说一个NodePort的Service 它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在主机上面的一个QuiProxy的Socket的一个Port 然后它下面的实现呢也是通过ClusterIP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一个NodePort里面也包含着一个ClusterIP的一个Service 而一个LodeBalancer和NodePort的Service之间呢 也是相互关联关系 一个LodeBalancer的Service里面包含了一个外部的一个LodeBalancer 然后底下包含了一个NodePort的一个Service 那么在我们先看一下LodeBalancer和NodePort的这种 这种场景最下的一个服务网络链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LodeBalancer下面挂了两个VM 一个是VMA一个是VMB 假设说到来的这个网络请求 先被LodeBalancer均衡到了这个VMA上 那么首先VMA上面的这个E4-0这块网卡接收到了这个 接收到了这个网络的一个请求 接下来它会将这个请求转发给下面的这个NetFilter 也就是Ibitables 然后Ibitables里面会有QuiProxy在本地启动一个Socket的一个端口 然后上面的这个Port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NodePort暴露出来的这个端口 然后这个QuiProxy上面呢 同时也会起这样的一个虚拟出这样的一个IP 比如说在当前的一个classIP是172.19.12.200 这个也是同时有QuiProxy来去虚拟出来的 然后当QuiProxy发现说访问的这个NodePod是这个8080 就在这个意思是8080的时候 然后会走一个DNet的规则 找到对应的这个相应的底下Pod的这个真实的一个IP DNet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172.16.3.2的这个IP 和自己的这个CNI0Bridge是在同一个网段上 那么他就会将这个请求交给这个CNIBridge0的这个网桥 然后再找到相应真实的这个Pod 然后再回来的链路上呢是通过这个反向的这个D纸伪装 然后来实现的也就是5和6这条链路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Low the Balancer 可能会将这个请求给A 也可能会把这个请求给B 那如果这个请求给了B或者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要看红色的这条箭头 同样QuiProxy会会在本地起一个8080的这个Sockit端口 然后同样也会走DNet的规则 但是此时DNet的这条规则发现说本地的这个CNI0 这个网卡上面的这个网段和我自己的网段是不同的 那么此时DNet就会将这个请求通过这个查询路由表的规则路由出去 然后他发现在路由表里面有两条规则 一条是172的16.3.0到VMA 一条是172的16.2.0到VMB 然后正好这个DNet的这个规则是符合VMA的 所以就会通过这个4这条链路通过这个Vswitch 然后再走5交给VMA 后面这条链路就和这个刚才的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Pod在本机和Pod不在本机两种情况下 Low the Balancer这种服务 这种Service的一个网络链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Class IP 那Class IP呢 它是一个内部的一个虚拟IP 通常情况下只是针对于Pod之间访问的时候会使用这种方式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通过这个右侧的这个172.16.2.2的这个Pod来访问 最左侧这个172.16.3.2的这个Pod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来展现这个网络链路 首先172.16.2通过这个CI0这个Bridge对外进行访问 然后他发现这个Service的这个Class IP是172.19.15.200 那接下来呢这个IPTables会解析这个Class IP 然后转换成真实的这个Pod IP 而真实的这个Pod IP是172.16.3.2 然后这条DNA的规则会和刚才一样 然后通过路由表规则找到这个VMA是172.16.3.0的这个网络 然后再通过这个5这条链路给到VSwitch转回这个VMA 然后VMA这个地方发现说这个找到的这个172.16.3.2的这个网络 和自己的CI0Bridge网络是相同的 那么就会转给CI0Bridge CI0Bridge 然后给到真实的这个Pod的这个IP 然后返回链路的时候再通过地址伪装进行返回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KBIS里边的这条网络链路还是蛮复杂的 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就是内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个实现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在标准的这个SWARM里边 会有类似像新型的这种反映代理 就是ACSRouting这种的服务 那么在KBIS里面有没有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QuiProsy 会有一种实现是做这件事情 但是QuiProsy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 它里面没有复杂的一个规则 那在KBIS里面有另外一个组件 其实和这个ACSRouting是非常相像的 这个组件就是Ingress 然后Ingress主要分为两个 主要是它主要的工作的这个模块 是这个IngressController 然后IngressController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会监听APSOR里面的一些变化 然后将这个相应的真实的这个 对外暴露的这个域名和后边的这个Service进行挂靠 这个Service呢实际上就是KBIS里面的这个Service 可能是一个Class IP 也可能是NodePort 也可能是Lot Balance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了一个有接入层的一个反向的新型的一个复杂 这个是Ingress 然后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这个KBIS里面 大部分的这个发布方式都是通过Ingress来实现的 为什么因为发布方式里面一个是你要能够操纵这个服务的这个权重 就是这个网络层的连入的一个权重 第二个呢是说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比如说你需要基于Cookie 你需要基于Head头 你需要基于QuiProms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时候标准的KBIS的这个IPTables的连入 你想要做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而使用类似像IngressController这种方式来去实现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讲简单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在KBIS里面既有Service这种的网络模型 也会有Ingress这种的网络模型 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提的是在KBIS里面最近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叫ServiceMesh ServiceMesh呢其实也是KBIS里面的一种网络选行 那ServiceMesh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网络模型都会有所差异 ServiceMesh想做的事情就会更平台化 它将一个应用的这个访问链路分成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通过Side Card的方式进行注入 也就是说它通过Side Card将整个应用的对外访问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链路进行了一个托管 然后通过这个Side Card来做到真实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转发 从而可以实现就是标准的这个流量的一个监控 应用的这个拓扑关系 然后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复杂的一个功能 然后在ServiceMesh里面 Esteel可能是目前为止最最成熟的 然后在本文的这个最后的部分也会有相关的这个Esteel的一个介绍 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但是就目前而言ServiceMesh是想要去完全接管KPAS的网络还是有些困难 一个是在ServiceMesh的性能上面 第二个也是说这个ServiceMesh的一些成熟度上面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今天在此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来讲解ServiceMesh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网络模型 以及介绍层的一些实现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聊就是今天我们正式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发布策略 然后以及这些发布策略是怎么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网络模型进行实现 那常见的发布策略呢 有蓝绿发布 金丝雀发布 灰度发布 AB test 在国内开发者的这个印象里面 对其中的几个概念是有独特的理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对于老外来讲 这个category release 就是金丝雀发布和灰度发布是一个概念 就他们认为这两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但实际上在国内的开发者里面很少有人会提到金丝雀发布 大部分的这个开发者会提到类似像灰度发布和AB test 蓝绿发布呢 通常会被大家叫做是热补数 而这个就是最常用的可能还是这个灰度发布和AB test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详细的为大家解释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以及他们各自适用的场景 还有就是在这个swap或者是在KPS里面 具体该怎么实施它 第一个介绍的是蓝绿发布 蓝绿发布呢 是在发布过程中用户无感知服务的重启 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新旧版本并存的方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发布的这个流程中 新版本和旧版本是相互热备的 可以通过切换路由权重的方式来实现不同应用的上限或者下限 但是这个权重通常就是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零一个是100 也就是说你要么是访问全部访问A 要么就是全部访问B 然后蓝绿发布适合大多数的这种应用发布的一个场景 能够领当进行新 缺点是这个发布的时候资源消耗比较大 然后下面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蓝绿发布的一个概念图 然后蓝色的这个版本是这个新版本 然后绿色的这个版本是这个老版本 然后在第一个时刻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流量都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版本上 然后此时蓝色的版本也是一个running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此时蓝绿互为热备 你可以将流量既切到A上面 也可以将流量切到B上面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DB这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蓝绿发布会把这个DB 也做成一个完全蓝绿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如果你的发布涉及到一些这个数据结构 就是storage schema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其实这种场景不是很适合进行蓝绿发布 但如果你要在这种场景之下进行蓝绿发布 那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可能还是说你的DB 也会跟着你的这个发布版本进行这个切换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蓝绿发布的时候 它的新版本和老版本是完全对等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你新版本里面有三个实例 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一个实例在这个老版本里面一样的也是同样的规格 然后同样的这个副本的一个数目 所以相对来讲蓝绿发布的资源消耗会比较大的 那这个资源不只是只有VM的这个资源 相对来讲还会包含类似像集群的这个Notepad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这个service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这个load balancer的一个数目 所以相对来讲蓝绿发布虽然能够做到这个零当机的更新 但是这个发布的时候资源消耗也会比较大 那在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蓝绿发布的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经常提到蓝绿发布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就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将应用简单的分为两种场景 一种场景是对外的应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终端类型的应用 它是直面客户的 在它之上没有其他的系统会调用它 对于这种场景蓝绿发布来讲 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了 只需要在接入层像这个权重进行一个切换 实现标准的这个蓝绿发布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这两个这个亚谋文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它是通过这个阿里云Routing来去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接入层的一个复杂 然后V1的这个版本里面发布的是NGX1.0 然后V2这个版本里面发布的是这个NGX2.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蓝色的版本呢是线上 然后权重是100% 然后绿色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新版本 然后此时这个权重是0 那我当我发布完了这个绿色的版本的时候 我需要做快速验证 那我需要在这个负载均衡这一层 实现一个这个权重的一个切换 将蓝色的版本切换成0 将绿色的版本切换成100% 此时所有的流量打到这个绿色的一个新版本之上 然后就可以进行快速验证 那这个呢其实是大部分这种 以对外的这种中文类型的应用 比较常见的一个蓝色发布的一个方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发布 可能是一个内部的一个API 也就是说它上面还会有其他的服务去调用它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第二档图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内部的这个路由服务的这个负载均衡端点 来去实现的这个蓝色发布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Service B呢实际上是一个前端的一个应用 而Service A呢是一个后端的应用 那我想要对这个Service A进行蓝色发布 那此时怎么能够让Service B感知到的 就是这个不感知到这个新老板的一个切换 还可以实现这个铃铛机呢 那实际上左边这个Service A VE这个压谋 Service B VE这个压谋 实际上就定义了这个左边这个应用的一个托古 然后再接下来呢我发布新版本的时候 我会更改更改这个压谋的这个文件 然后来实现内部的一个方文段的一个变化 然后通过这个点Local的这个域名来实现内部的一个方文段点 那这个地方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我要用这个点Local的方式 就是点Local这种方式呢是阿里云Routine里面很特殊的一种实现 它和标准的这种Routine.port80的这种实现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因为Routine.port80这种方式 它虽然是一个二层的实现 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在对外的一种使用方式上 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会有这种回环的一个问题 所以阿里云推出了一种叫做service.local的这种域名 它只是在内部的时候生效的一种域名 而这种域名呢底层也是通过这种阿里云Routine的方式来去实现 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蓝率发布实现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别 一个是用了标准的这个SSRoutine 一个是用了SSRoutine.local的方式来去实现 分别是对外和对内的两种实现 那第二种发布类型的叫做金色缺发布 金色缺发布呢是通过线上运行的服务 新加入少量的这个新版本 然后通过这个少量的新版本 得到快速的反馈 然后根据反馈的结果决定交付的心态 金色缺发布主要面向的一个场景呢 是这个功能兼容的这种新版本验证 用最小的这个代价来实现功能验证 且保证主干的这个流氧不受影响 缺点的是面向的场景比较单一 对这个开发者要求比较高 那这个金色缺发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四个VE版本的这个应用 那我们下一个发布日的时候 我要想发布一个VR的一个版本 但是这个VR的版本呢 并不是和VE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可能是对VE进行的代码的成功 保证了API的一个兼容 也就是说他们从功能的角度来讲 是完全一致的 那这样就可以保证说 任何这个流量 不论是打到这个VE版本 还是打到VR版本 能够产生 在预期中能够产生一致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其实是这个金色缺发布的一个前提 就是他们之间的功能 一定要保证的是相互兼容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原本是四个实力 现在我新加入一个基资确实力 然后在load balance上呢 将流量进行水平均分 也就是说现在我可以在这个 五个界点中拿到一个界点的流量 也就是20%的 20%的一个流量 会达到这个新的这个版本之上 然后通过这个新的版本里面 一些日志啊 或者是一些买点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来获取一个快速的一个反馈 来确定我是不是要 发布这个VR的版本 还是说我要把这个金色缺的实力 从当前的一个版本中摘掉 所以这个是金色缺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很多我们的开发者对金色缺和这个 灰度发布会有一些混淆啊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金色缺发布 什么样的一个发布是灰度发布 其实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接入层的这个流量没有区分的时候 比如说你发了这个金色缺的一个版本 他们没有在接入层对这个流量做切分 那这个就是金色缺发布 如果你对这个流量有明确的切分 比如说A必须只能访问到这个新的这个实力 B必须不能访问到新的这个实力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灰度发布的场景 所以他们之间唯一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对这个流量是不是有指向性 如果没有指向性 那就是金色缺发布 有指向性就是灰度发布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在KIPX里面实现的一个金色缺发布的一个例子 上面的这个YAML是一个标准的一个NGX的一个YAML 上面跑了一个这个一个有APPNGXLabel的一个Department 然后下面呢是我要加入这个这个组里面的一个新的Department 它Name叫做NewNGX 但是和上面这个YAML有相同点的地方在于 它里面也会有一个Label叫做APPNGX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涉及到KIPX里面 Service和底下POD相互挂靠的一个原理了 就是在KIPX里面Service和底下这个POD挂靠是通过这个LabelSelector来去实现的 就是你在POD上面打一个Label 如果你的Service上面和它有相同Label的时候 那这个流量就会均分的转发到这个有相同Label的这个POD之上 所以在刚才这个例子里面虽然我们发布了一个另外一个Department 但实际上我们呢像当前的这个新的这个Department的POD上面 打了同样的这个APPNGXLabel 所以这个Service会也会将流量水平均分给它 那此时呢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GC去发布 那Service通过Label匹配的方式 就是来切分流量也是在KIPX里面所有的这个发布方式实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大家掌握到这一点 其实后边很多的这个发布方式就都很好理解 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讲的是这个灰度发布 刚才我们提到了灰度发布和金色确发布 它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 你是不是要有指向性的切换流量 那对于这个灰度发布呢 它实际上是切换线上并存版本之间的一个路由权重 逐步的从一个版本切换成另一个版本的一个过程 然后有有一个这个在DevOps领域里面非常权威的一个 一个老头叫马丁Flor 然后他认为那个灰度发布和金色确发布是等同的 只是说在这个某些操作和目的上面是有所差异的 那最好的一个定义还是说是不是有流量切分 有流量切分是灰度 没有流量切分是金色确 然后底下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灰度发布的一个流程 首先还是有新版本和老版本两个版本 最开始所有的流量都在老版本之上 后来呢会把这个流量切分到这个新版本和老版本 上面都有是一个并存的一个状态 那此时我们会不断的调整新老版本之间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比例 从刚开始的时候老版本的权重高到后期的时候新版本权重高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老版本上面的这个权重完全下线掉 上线到这个新版本之上 所以这个是灰度发布要解决的问题 他是期望能够在一个非常大版本之间有指向性的导流 然后再通过这种导流的一个策略 逐渐的把这个新版本给在上线 这个是灰度发布的一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概念叫做ABTest 然后ABTest呢在国内是非常常用的 然后我们有很多开发者也会将灰度发布和ABTest的搞混 但实际上ABTest和灰度发布 它们之间从原理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说能够准确的切分流量 然后有快速验证 然后来实现这个版本的一个并存和发布 但是ABTest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说一个版本去替换另一个版本 而是说ABTest的期望通过线上两个版本之间的一个反馈 来决策哪个版本是新版本 哪个版本是最终的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是它和灰度发布最大的一个差别 回头发布一定是老版本向新版本的方向去切换流量 进行一个完整的演技 而ABTest呢是说我不确定是A版本还是B版本 哪个版本效果好 我就往哪个版本的全周方面切 然后最终是完全切到这个效果好的这个版本之上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ABTest的这个全周和流量的切换上面会更灵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KYS里面是怎么通过ingress的方式来实现 灰度发布或者是或者或者是这个ABTest的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原理是一样的嘛 只是说你发布的这个实体是不是一样 那在首先我们先还是创建两个这个工作的一个负载 一个是old NJX的deployment 然后一个呢是这个new NJX的这个deployment 然后我们在底下同样也创建两个现在的service 然后把这两个service通过一个ingress 然后进行一个挂靠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灰度发布和ABTest一定要能够定向的指定流量 那你要想定向的指定流量 你应该有一个标识来去做一件事情 那通常情况下会基于三种方式来去做 一种方式是基于head头的方式进行切分 比如说我在head头里面定义 现在这个用户访问的是version 1 那他过ingress control的时候会将这个流量达到这个 这个version 1的一个版本 然后第二种呢是基于cookie的方式进行切分 你的请求带来的时候会打上相应的这个cookie 而cookie里面是带着版本信息的 那第二种是基于cookie 那第三种呢是基于cookie 那这种方式呢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 就是你可能在线上会并存多个版本 然后通过cookie的方式进行切分 所以这个呢也是适用于灰度发布 以及ABTest的这种的一个测试场景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ingress 其实它一样也可以实现蓝绿发布 那其实就是基于权重这个流量切分了 然后在右下角的这个压谱呢实际上讲解的是在ingress里面怎么去设置这个head头 然后来设置这个流量的一个切分的一个规则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阿里云对于ingress control的一个扩展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快的一个实现你想要的这个灰度发布 或者是ABTest 最后呢我们想讲的一个发布方式很特别 它叫做分批发布 分批发布在国内可能大家比较少见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分批发布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发布流程的一个吸引度的一个控制 并不是一种标准的一个发布策略 然后分批发布呢它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和蓝绿发布比较像 它也希望能够通过就是一个领档机的一种发布方式来解决这个版本更新的问题 但实际上灰度发布那个蓝绿发布会有大量的这个资源消耗嘛 而分批发布要解的问题就是这个资源消耗的问题 它会将你一个应用的副本切分成不同的这个批次 然后每次的时候会发发布其中的一个批次 然后并且将新的流量直接打到这个新的批次之上进行快速验证 当你验证没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继续发布第二个批次第三个批次第四个批次 然后直到这个批次发布完成 然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的实现这个应用的零档机发布 而且可以很节省这个发布的一个资源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在K8S里面 我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发布实际上还是蛮复杂的 因为我们自己涉及到了这个服务载体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Department的变化也涉及到了一个service的一个变化 那对于像分批发布这种流程呢 其实它会相对来讲如果你完全基于K8S来去实现的话会很复杂 因为它里面不只有这个自动的过程还有手动的过程 因为当你要去验证这个版本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手动来判断它是要继续还是要回滚的 而这种场景对于K8S来讲是很难做的 因为K8S里面它的抽象大部分都是原子的 比如说像Department的抽象或者是service的抽象 接入层就是接入层 然后复复杂就是复复杂 它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过程的 你可以去实现一个中态 但你不能实现一个过程 这个是K8S里的一个弊端 所以在K8S里面呢 它通过这个通过Yaml的方式只能定义单单一一种的这个抽象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K8S社区里面推出了一个工具叫做Helm Helm是K8S下的一个包管理工具 它将应用部署包含的多种K8S一个资源对象 整合成单一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做Chart 然后模板提供了默认的这个部署配置部署的时候 可以进行这个环境 环境变量的一个替换的一个修改 然后具有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能力 可以升级回馆和伙伴的追踪 但是Helm刚才讲了这么完美 就是听上去很完美 但实际上Helm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问题 Helm虽然可以很好地定义这个资源拓谱应用的时态和中态 但是它对于中间的这个流程控制是缺乏的 也就是说Helm它虽然帮我们把这些拓谱关系都给管理起来了 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做发布方式 比如说你想要定义了这个时态和中态 像中间这个过程是两个发布 那这个Helm做不到 然后那对于分批发布来讲 这个Helm同样也做不到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然后阿里云上面通过定义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叫做是通过这个K8S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叫做CRD来去实现 那CRD的一个全称叫做Custom Resource Definition 它是一种扩展定义K8S抽象对象的一种方式 阿里云定义了这个分批发布的一个CRD 帮助开发者实现分批次的一个发布流程的一个控制 下面这张图呢实际上是CRD的一个托普关系图 一个分批发布的一个CRD 包含了Service和一个SQL4Side的两个抽象 然后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Service会水平的将这个流量打到底下所有的Pod之上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List里面是分了三个P次的一个分执发布 那当我们发布了新的版本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Service会将流量打到新的这个两个绿色的 就是新的这个Pod之上 然后并断开原来的这个橙色的这个网络链路 然后此时进行快速验证 那第一个P次验证完毕了之后 中间的这个P次会继续发布 然后第二个P次完成了之后 会进行第三个P次的发布 任何一个P次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进行快速的回滚 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大版本有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大版本的一个恢复 那阿里云的这种CRD发布呢 它支持设置这个发布P次 可以进行快速验证 然后支持历史版本的一个记录 可以进行指定版本的一个回滚 然后支持发布流程的控制 验证无误可以恢复发布 然后出现问题可以快速回滚 然后最后一个特点的是说 Service和CVFside的这个全生命中期管理 都交给了这个CRD 可以和一些CICD平台进行继承 那在阿里云上面有一个产品 叫做Copip Lite 然后CRD现在也在和Copip Lite进行继承 那大家可以后续的时候通过Copip Lite 来实现这种CRD的这个分配发布的一个实现 那这个实际上是怎么通过控制台来进行这个CRD发布 因为CRD发布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 它组合了太多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在控制台上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包装 你可以通过这个点击创建分配发布 通过这样的一个UI的一个Visa来去实现这个分配发布的一个流程 那当你发布完了一个批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现在有这个四个Pod 然后接下来产生一个变更 更新一个进行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会按照批次一次进行发布 如果发布验证没有问题 点击继续 它会将下一个批次进行继续发布 然后如果发布有问题 点击回滚 它会将这个Pod的这个Pod接下来的版本进行回滚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阿里云CRD发布的一个方式 然后它的优势在于和蓝力发布一样 可以进行零档机的一个服务更新 而且不会产生过多的一个资源 然后而且分配发布里面会有这种利用的历史的一个大版本的一个记录 你可以通过这种大版本的记录进行快速的这个回滚 然后也可以回滚到任何一个时间点的任何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是CRD的一个优势 然后CRD的一个劣势就是相对来讲 相对其他的这个发布模式来讲 它的这个生命周期管理必须完全突关给这个 CRD的这个controller 而且它的这种发布方式 目前如果通过命令行进行操作来讲 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目前只包括这个UI的一个操作方式 最后呢 有一些我们刚才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资料 有一些内容不是很好 就是拷贝下来 那在这个这些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拷贝相应的这个变化模板 然后进行自己的一个实验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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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